我认为中国人不读这本书会觉得很奇怪 我真心地认为很奇怪 因为它写的是一个中国科学的历程 而且是中国自然科学在本土的第一个诺贝尔奖金 所以这个意义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不是作为记者 我们也不是作为八卦猎奇 科学史和历史与八卦猎奇有几个很不同的方面 我们是严肃地选择问题 选择人物 我们同时是严格地做了研究 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我以前想到了有可能重要 而且我为什么厨佑和清朗素可能重要 我是听过不同的人讲 包括以前的很多人尊重的中国科学院长 院长叫周光钊 他是一个著名武器人 他同时是一个很能诗才和诗人 和懂各个行业不同学科 他是一个真心喜欢科学 而且支持很多人做科学 包括年轻的作为 他跟我提过这里面的其中一部分背景 包括1996年周光钊在求是基金起很大的作用 他坚持一定要给清朗素发一个奖 这是清朗素唯一的一个得到的奖金 这个奖金当然就是分给十个人 这十个人按当时他们的年龄排序 但是至少这个奖是发下去了 如果这个奖没发下去 那他们一个奖也能得过 就会是零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周光钊先生的坚持 这个工作很重要 所以不管你们怎么吵倒江湖 我还是要给出这个奖 你再不行你就给我十个人 十个人再不行就按年龄排序 他坚持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所这么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做 他的前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人不负责任 你们吵架好 吵吧 怪我什么事情 不负责任丢到你去 所以我们选题的来源具有很多背景 就包括我自己知道一个重要的格学家 一个很能任人为险的人 他自己在这个方面做过努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既有前不后继的意思 也有既然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把它认真搞清楚 周光钊先生前几年中风 所以现在在病床上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工作 对他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延续 另外除了选题我们选对了以外 我们坚持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一定是实事求是的 搞清楚他的历史 因为我们开座的时候 大部分当时的人都活着 那么既然活着 我们就有办法搞清楚 而不担心因为争议而有偏见 前面有很多跟这个擦肩而过 来要不要了解这个问题的人 很多人不负责任 或者一吵架就不愿意加入吵架 或者是跟谁再一起多谈几句话 就跟这个人贴上去了 那就反对其他人 包括海外来调查的人里面 就曾经跟不同的人调查的时候 跟其中一部分当场就吵起来 我们前面就说清楚了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跟谁都没有关系 我们只跟这个事情有关系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为了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我和刘仁宏同时做 因为我坚持在整个过程中 当事人一个都不见 刘仁宏他一定得去见 因为不见的话 我们拿不到其中一部分 口述史资料 有些人不愿意写 写的资料我们要 我们要查所有的档案 档案能找到我们都找到 藏起来档案以后再说 能找到的我们现在都找到 我们找各个单位 所以军事学科学院那部分档案 他们的院长号称 我们的第一次有人 军事学科学院以外的人 看过这部分档案 这部分档案已经过了保密期 清晃书现在也不是什么机密 以前因为军事单位参议 做过机密都解密了 但解密以后没人来看 我们是第一批 他们院外的人去看过 其他几个单位的 我们也都去看过 但是我们一定还要找人 找所有人 当然只要我们找不到 我们全去找 一个一个去找 所以因为我们找了多少个人 找了花了多长时间 去一个一个记录口述词 记录口述词的时候 你说什么我记什么 但是别人跟你的意见不一样 我也给你提出来 作为一个问题很客气的说 人家有人这样说 你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里面也有 当然他有更破裂的知识 更详细 这样从已有的死量 能够朝到的档案 到个人的说法 我们全部也有 但是这个时候 我全部没去见过 因为你直接去见人的时候 这个跟人相处 总会产生感情和感情的反面 那么你怎么把揭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两个人里面 还有张大信 我们三个人里面有几个人是一个人都不见 所以所有东西回来了 所有感情都回来了 跟我都没关系 我们还是这样看 看完以后就说 这个东西我们用 这个东西我们不用 这个东西大概有问题 这个东西没问题 这样的话就可以脱开来 跟当事人的关系 既拿到资料 同时又能保持一定的客观 所以我自己第一次见图优优 是在他得奖的第二天 我跟着学校的领导 学校领导要作为祝贺校友 他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校友 然后他们去的时候 我们几个也都跟着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 我前面没见过他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保持我们研究的客观性 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做到的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书 因为我们的史料是来源于各个方面 同时是客观书籍